我的问题是最近网上有传言说 有人在接种新冠疫苗之后 得了白血病和糖尿病 请问一下这个情况是否属实 有没有最新的调查结果 以及说我们应该如何看待这个情况呢 我可以明确地告诉大家 新冠疫苗的接种 不会引起白血病和糖尿病的发生 也不会引起像有些网络信息所说的 影响人体的遗权法律 导致准流扩散 或者是引起抗体依赖性增强等现象 我想这些网络上的一些不负责任的言论是错误 我想从以下三个方面来解释您这个问题 首先疫苗中含有的各种物质 对人体是安全的 是不会致病的 现在认为灭活疫苗的主要成分 是微科级别的病毒抗原 当然还有纯组大面疫苗 里面含有千样化驴佐剂和辅料等相关的成分 他们在疫苗中的含量 均符合有关的规定 本身不会导致减力 对于疫苗生产过程中 所有人的试剂 也是经过有关机构 严格的检认并达表 例如 灭活疫苗中残留的甲钳含量 每一剂是在小于等于0.027微克这个范围内 而它的能度比人体血液准正常稳态的甲钳水平 每升2.6毫克还要低47分 第二 我想目前我国接近数量最大的灭活的新冠病毒的疫苗 有充分的安全保障 而且也得到国际组织认可 与国内外已经上市的 使用了几十年的甲钢疫苗 狂犬病疫苗 即使会这一样疫苗 它的生产灭活棍疫是基本相同 而且至今未发现 接近这些疫苗 与发生白血病和糖尿病有关联的报道 新冠疫情发生以后 我想我们国家研发的多款新冠病毒疫苗 先后已经纳入了 世界卫生组织的紧急使用清单 已经在100多个国家使用 达到了预期的效果 而且安全性也符合国际标准 第三呢 临床监测和统计数据显示 在新冠疫情发生前后的四年里面 糖尿病和白血病的就诊人数和住院的次数 基本一致 并没有显示的变化 但这也充分的表明 新冠疫苗不会引起白血病和糖尿病的发生 大家可以简单的推算一下 如果新冠疫苗真的会引起糖尿病 或者是白血病的发生 那么由此产生的就诊的病人数和住院的人次 将会出现显著的症状 那么我们从实际监测和临床统计的数据上来看的 并未看到这种现象 所以增核以上的分析 我们可以肯定的说 新冠疫苗接种不会引起白血病 得音